另外一个离谱的设计是在台海线中和的环河路 最近这里进行路面拓宽 马路虽然变宽敞了 不过民众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中央分隔岛中间没有缺口 一旦错过了第一个出口的话 就得要再继续往前走将近两公里路 才能够再回转 而现场又没有明显的告示 常常让用路人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骑车来到中和环河路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如果错过我背后的这个出口通往市区的话 距离下一个出口还要骑上好一段路 看让我现在都已经骑到要到板桥了 才有下一个出口 这一段路程是整整骑了1.5公里 拓宽后的笔直道路被种上花草的分隔岛一分为二 以便区隔往返方向 但这也让想转往岔路绕进小巷的所有车辆 通通无法转弯 很长的路它是没有回转到的 对那个地方很不方便 导航也不知道 叫我左转永和路 结果那边又没有插口 车辆一进黄河路没了出口 反观想走黄河路往板桥方向的 也是处处碰壁被分隔岛给挡下 一个重大的一个工程 政府有努力也有免疫 但是大家在长期忍受工程黑暗期之后 却得到空翻洗衣场 当地沿线的居民用不上 你觉得这不是很可笑吗 民众抱怨不断 找上明代陈勤 公务单位终于点头 说要找时间会堪想对策 但拓宽前若能考虑周延 就能免除事后花钱补救的麻烦 民事新闻学家里邱少阳 才有报道